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我们在面对行政官员跟他们陈情或者是要求的时候 发现其实行政单位并没有负起相关的责任 来面对这个工程案件的争议 那我们今天来到行政院 行政院作为最高的行政主管机关 我们要求江仪华跟行政院要出面负责 要责成相关风机设置的这个行政单位 希望他们可以出面来负责任这件事情 我们要踩这个风车 可以发威勒 可以说他们这个风车要踩 踩这个我们的储民 不过我们的訴求是安全记理 因为这个风车 我们隔壁兄弟 大安兄有一个踩两支风车 他们其中有20几户 既年40几户人 阿庄四都为了这个风车 如果这几户不太好睡眠 不太好睡眠 就要吃安民以后才能睡眠 英华会财团的厄势力 他们从顶头都买通 都买为地平头人 一些款品都做价 参与说明会都做价 政府、机关 都要帮忙就客 帮他过 还是我们这些八岁 所以说我们今天 特别来行政院 听我们的行政院长 提出博力 为我们这些厄制的国民 来做一些工作 将一话出面负责 将一话出面负责 在6月8号的时候 我们的乡亲跟生源者 到我们的工地 去进行生源的时候 那时候保全他们财团 英华会的财团 他们私人雇佣了 20几名的保全 他们竟然对我们生源的学生 就是强制用暴力的方法 动出还殴打他的头部 这样子行使暴力的行为 我们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的愤怒 英华会的阿爸 比警察还更严重 大家都很大 直接学生 你看看 大家也三比八 结果他跟他去趴趴趴 一吨一吨一吨 我看了看不过 所以我今天 就是要为这些学生 来提案訴求 就是说警察也说 他又说他又要去收集资料 竟然他说他没有看到 这台湾的政治不知道什么 所以就是这样 不当风车伤害愿离 不当风车伤害愿离 手上有一个内政部的公文 民国一百年十一月二十二号 他的公文字号叫警署保字第一零零零一九一二五七号 这一号是有关警政署 就是一个中央的机关 他要求各地全球的警方 都要依照两公约 还有在处理集会游行的时候 要依照集会游行法 要来合理的 在适当的一个范围内 来执行 其中有一段提到 警方他必须要依照 两公约有关的人权保障的规定 避免侵害人权 保护人民不受他人侵犯 这个是全国警方都应该要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苗栗的警方 他放任殷华威私人的保权 在那里对相亲施保 还有对学生施保 那今天我们非常沉痛的 要谴责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会到对面的监察院 再补这个件 然后希望监察院能够去彻查 相关的远警的失职 无能当政府 无能当政府 放任私人保权施暴 放任私人保权施暴 谢谢